大家好 我们养护三甲丸 一般它开完花之后 我们都需要给它砍几刀 尤其是在春季之前开完花的 因为开完花之后 到了春季就开始快速的长一些新芽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及时给它处理的话 就会影响到它春季长新芽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种交叉的枝条 还有一些老枝病枝全部给它砍掉 因为现在这个花差不多都开完了 如果说我们还不及时的将它这些枝条全部砍完的话 那么它消耗的养分就会过度 到了春季来的时候 新芽长的就会少 所以像这种一定要将它砍掉 像这种交叉的枝条 里面这些银币的枝条 还有像这种过长的 影响到整颗珠形的 全部给它剪掉 我们将它修剪完之后 接下来一定要给它处理一下 像这种比较大的切口 涂抹一点这种甲鸡流菌粘 预防它受到虚筋的感染 因为这个伤口越大 越容易受到虚筋的感染 处理完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松土 补充有机肥 我用的就是这种 它叫好的甘养分 因为这种甘养分 它的肥力比较温和一点 不容易烧根 而且又能保证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像这样放个两三场 到这个盆土的表层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 给它浇水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点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 可以有效的诱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因为在开村之前这段时间 它不会长太快新芽 主要是长根围住 那么把这个根养好了 就可以让它快速吸收土壤中的营养 到了开村长芽就多了 所以说大家的三角梅 一定要抓住时机 给它砍几刀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